王同学翻到一本旧书 看到一张记载一些早期元素分析的结果的表格 其中甲乙丙丁代表四种不同元素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表格的内容 第一个 甲元素很柔软 表示甲一定为固体 因为我们并不会称气体或液体很柔软 然而在固体中具有柔软特性的 大概只有EA族的碱金属 而再看第二点 乙跟甲可以化合形成化合物 然而我们就可以知道 甲是碱金属为金属 因此乙我就可以确定为非金属 然后他们两个化合变甲两倍 乙一倍 1A族容易失去一个垫子 带正义价 而正义有两个 因此乙的话 就一定是为2负 带负2价的离子 然而由于乙是2负 我们大概就可以确定 乙为6A族的非金属元素 为氧流吸气破之类 接着饼 饼也可以跟甲形成离子化合物 甲饼 然而甲是金属 所以饼也一定为非金属元素 然后它们形成离子化合物为甲跟饼 1比1甲带正义价 所以以带负义价 而负义价的非金属 有这个观点我们可以推测 饼为7A族乳素 然而就饼自己本身而言 饼分子具有颜色 也是正确的 佛绿绣点都各自具有颜色 对钉而言 以与钉可形成离子化合物 以钉 以是非金属 钉那就一定是 金属元素 因此非金属以可跟金属钉 形成离子化合物以钉 而钉 刚推论为6A族的非金属元素 因此对于非金属以为带负电二负 而钉就一定是二正 我们就钉二正而言 就可以推论出 钉应该为 2A族 2A族净土金属元素 而且钉元素在常温常之下为固体 所以我们可以判断钉应该为2A族 因此对于钉以丙丙元素应该为 钉1A 1A6A 丙7A 丙2A 因此我们来看一下各选项 A选项 钉元素为1A族 钉6A 绿7A 每2A 所以A选项是可以的 B选项 P为2A族 绿7A族 钉6A族 铁是B族过度元素 所以B选项不对 C选项 钉1A 钉6A 锈7A 钉2A族 所以C选项也正确 D选项 钉2A族 钉6A 锈7A族 钉1A 所以D选项不对 最后E选项 钾1A族 绿7A族 佛7A族 钉2A族 所以E选项也错 答案为AC选项